大家好,我是大伟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 很多人都趁着春天出去旅游踏青 那么在调理身体当中 春天也是一个好季节 中医当中讲究24节气养生 不同的节气应对不同的养生方法 那今天大伟给大家讲一讲 春天的一些调理身体的一些小绝招 小妙招 那第一个就是春夏更适合养羊 什么叫养羊呢 就是说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 它更有助于我们阳气的增长 那怎么样去增长我们身上的阳气 让我们的精力变得更好呢 就是去运动 春天运动 夏天可以晒晒背 春天怎么运动呢 就是咱们冬天 你看这个筋肉筋骨 因为很寒冷 所以它很僵硬 它没有展开 你看到春天了 咱们这个身体关节的灵活度都打开了 所以春天你要多做做伸展 多做伸展性的运动 多拉拉筋 然后呢 去适当的去户外 跑跑步 走走路 这样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循环 是非常好的 第二个呢 就是春天要学会捂着脸 为什么呢 因为春天就像孩子脸 一天三变 形容的就是说 这个气候它不稳定 可能今天艳阳高照 明天可能就有很寒冷的寒流袭来 所以春天一定要捂着脸 别这个太阳一出来 衣服就全脱了 特别是很多中网年朋友 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寒气进入到身体当中 第三个就是因为这个春天的季节 你看这个冬天的时候 天黑的比较快 你看进入到春天以后 天慢慢黑的就比较慢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响应这个号召 要做到什么呢 早睡早起有规律 早睡早起有规律 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而冬天咱们是什么呢 就是你即便早睡了 你白天也不想起 因为太冷了 就想在被窝里面多雾一会儿 在春天不一样 你早睡了以后早起 起来了以后 活动活动 配合我们第一点讲的 这个春天活动 生阳 提升提升阳气 第四个也是环环相扣的 是什么 呼吸 吐辣 春天可以更好的 帮助我们身体排着 如果你会的话 不会没事 我教理 这个吐辣的方法 怎么做呢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 开始 如果有条件到户外 后面有花园的到花园 没条件的就在房间 把窗户打开 一定要把窗户打开 然后对着外面的空气 深吸一口气 吸气的时候 胸口打开 吸气 慢慢的把气吸到我们的胸腔 然后憋住 大概一秒钟左右 缓缓的把气吐出来 缓缓的吐 这个缓一定要缓慢 尽可能的缓慢 而匀速的把气吐出 你看这样 吐 把气缓慢 悠长的吐出 那么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吐了 你不用去在意 是腹式呼吸 还是胸式呼吸 没有关系 你只要去练习这个呼吸 这个呼吸 可以帮助你 把一天的浊气 给排出来 让你的精力 在这个春困 就是对付 咱们春天容易犯困 叫春困 对付春困更好 提升咱们的一个精神状态 所以这个吐了 我们每天可以做十个 就是要念一下 每天早上的时候念一下 而且春天咱们比如说有些精络的拍一拍 敲一敲打一打 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穿的也比较少 所以拍起来打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所以春天它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一定不要错过 同时也要注意早睡早起 饮食尽量清淡一些 这样的话 我们的身体才能很好的应对我们的春天 然后到夏天又是另一个方法 那到时候后面咱们后面的视频再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大伟讲的这些话 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 也希望大家把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亲戚朋友 那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点赞评论加关注 不懂得可以私信 好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